至于兄弟俩到底为什么打架呢 主要是在昨天这个妥宗华呢 接到爸爸打来的电话 跟他说呢 弟弟只给他吃蛋炒饭 当时妥宗华已经喝了点酒 结果呢这个情绪失控 他立刻跑到母亲开的面店呢 跟弟弟吵了一架 双方就这样大打出手 两人都挂了彩 而另一头三弟妥宗康呢 听到消息之后 急急忙忙赶来进行调解 今天再度出面 他很感慨 他说小时候呢 自己被这个大哥二哥打过骂过 没想到几十年之后呢 自己竟然变成了两人的合适老 我真的是一开始 被你们的报道吓到 说他满脸是血 我去看我就 嗯 血呢 害我还那么快赶来 这是干什么东西呢 对不对 早知道这样我就慢慢地坐捷运了 艺人妥宗康幽默回应 强调只是家务事 没想到引发社会纷扰 事情发生在礼拜一下午 只因为九十三岁的老爸爸抱怨 负责照顾他的妥家二哥 只给他准备蛋炒饭 让喝了点酒的妥宗华 跑到面殿找弟弟里论 两人大打出手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吗 打到进了派出所作笔录 离开时妥宗华不愿脸上被看到 还向警方借了点爆肺的帽子 快闪离开 但似乎怒火未消 一把抓住记者的麦克风 往地上重重一摔 你怎么可以摔人家麦克风啊 你怎么可以摔人家麦克风啊 妥宗华颧骨红肿 手臂受伤 而二弟妥宗明 是个一天面瘫照常营业 额头上还有抓伤的痕跡 但强调两兄弟吵架 只为了小小的假务事 因为他没有跟他住在一起 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就准备一些简单的蛋炒饭给他 他就认为说 哥哥就认为说 没有把父亲照顾好 所以他喝了一点酒就不开心 然后我就跟他点口角 口角就有点那个冲突嘛 就是推击一下就这样而已 妥家三兄弟在演艺圈 各自有一片天 妥宗华演活了报告班长系列 二弟妥宗明是幕后制作人 近年来和太太经营面殿 而妥宗康则是主持电视节目 他属于说教型 我二哥是属于身体力行期 像我二哥会过来 就是只要我犯错 他过来就反正先扁 扁完了为什么呢 他就出现了 他不要打被打 他就跟我讲 你为什么被打 你知道吗 他就讲一大堆哦 过去妥宗康也曾上节目 唱谈兄弟情 小时候二哥动手动脚 大哥负责说教 但几十年过去 没想到变成大哥二哥 为了家务事大打出手 当年挨打挨骂的妥宗康 反而变成了事件的合适了 记者新北市众文报道 我都会打算